白天她是第三下四的外卖小哥 晚上她则会戴上一顶小红帽 游走于黑暗寻找目标 一路跟踪 四级行动 翻墙 撬锁 先接后杀 行与流水一气喝成 熟练的作案守法 让这座城市的独居女性现恐慌 截至目前她已残害了12名花季少女 这天她又在公交车上丢上了下一个目标 窗外下个大雨 可能是老天爷在为女孩的命感到惋惜 女孩穿过一条僻静的巷子 终于到家 可就在这时 尽管女孩拼命地挣扎 奈何女孩的力气 终究是比不过一个男人 在男人凶残的手冠下 女孩失去了生命 当警方赶到女孩家里时 一具全裸的尸体 冰冷地躺在地板上 根据警方在现场提取的血迹 指纹 还有尸体检测报告 所有证据都指向女孩的男友小帅 小帅被警察带到审讯室 面对眼前的证据 小帅却死不成了 虽然那天 他确实和女友待过一段时间 可因为女友想去找邻居打麻将 俩人争吵了家 最后他很气愤地离开 去了黄河边散心 憧憬多年的大壮 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加上小帅曾经犯有试报前科 最终将小帅驱打成招 还将他强行指认成小红帽 大壮将小帅带到案发现场 让他掩饰作案过程 小帅的眼神中充满着惊恐绝望和 因为动作生疏 引起了大壮的不满 门外的记者人山人海 可见小红帽所犯的罪行 有多少人憎恨 受害者的母亲精神受到冲击 当场晕了过去 就这样小红帽案在大壮的奴隶下 戏剧性的潦草结束 小帅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可另一名警察卷毛绝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 女孩家的门锁显然有被撬过的痕迹 还有每个受害者门外的数字 代表着什么 加上有人曾目击过小红帽身材娇小 可小帅足足有意义发 对吧